生命在于运动,但又劳逸结合 常言道,生命在于运动 正常的劳动与运动,有利于气血流通,增强体质 必要的休息可以消除疲劳,恢复体力和脑力,有利于健康 过度的运动,过度的安逸,均可成为致病因素而引起疾病 由于社会的大变化,生活节奏的加快,过劳,过亦 目前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我们的祖先早在2000多年前的《皇帝内经》中就提出了 酒室伤血,酒卧伤气,酒坐伤肉,酒力伤骨,酒行伤心 是为五劳所伤 临床中我们也常常碰到劳累过度的患者 有一位著名大学的教授,由于繁重的科研任务 使他半年内几乎没有正常睡眠 有一天早晨,他突然发现自己尿血了 赶紧到医院检查,则被确诊为肾癌 追究其原因与过度劳累有密切关系 因此,我们在劳动的同时,一定要合理安排时间和工作量 做到劳逸结合,为我们的健康留下自由的空间